美国已经三度提及炸毁台积电 很夸张 哪三度 第一度的时候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 在2021年发表的专文上看到 台湾面对中共入侵 要采取焦土策略必要时炸毁台积电 让中共了解 即使以武力拿下台湾 也没有办法取得先进的半导体科技 那么第二次呢 就是我们看到了 是欧布莱恩说的嘛 欧布莱恩呢 在杜拜的论坛上说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避免台积电落入中国手中 美国会选择炸毁台积电工厂 那么第三次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默顿 民主党的默顿中原 默顿在智库研讨会提到 应该让中国清楚知道 如果你要入侵台湾 我们就要炸掉台积电 所以现在是怎样 美国朝野的共识是不是 共和党民主党呢 一概就是要炸毁台积电 我们国防部长邱格政就说了 国军有责任守护 国家人民或战略资源 任何人意图炸毁我国设施 已经逾越了防卫规范 国军绝对不会容忍 这种状况发生 因为他今天受访的时候 他应该是这样说 他说说要炸这个炸那个 我们国军怎么会容忍 这种状况 可是兵哥 我们三军统帅就能够容忍 到现在为止 蔡英文没有抗议 没有吭声 蔡英文没有在容忍 蔡英文根本觉得炸得很好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蔡英文是拱手把 护国神山把台积电送到美国的人 你怎么会觉得炸掉台积电 蔡英文会有什么感觉 他根本不会有感觉 他搞不好觉得炸得很好 他继续吃瓜看戏 就是这样子而已 蔡英文从来没在乎过台湾 所以你怎么会期待 他会有什么反应 更何况这是美国爸爸讲的 美国爸爸只要一站出来 蔡英文腿都软了 他那敢讲什么话 然后这样美国人一而再再来 他不断的这样提出来 我觉得邱国正的回应 算是政府观影头稍微有点骨气 但是我希望邱国正部长 你可以直接明讲 如果美军真的要来炸台积电的时候 如果他来战机他来飞弹 你是不是要把他挤落 我觉得国防部要对这个东西清楚表态 美国人没有权力炸台湾的任何设施 这是我们的国土 美国人不来帮忙守 那是你美国的事 可是我们自己首途有则 不能随便你们美国人高兴干嘛就干嘛 那但是美国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去提起这些东西 他是为了台湾吗 像莫顿的讲法听起来很怪 因为他说我们要让解放军清楚知道 如果你敢攻台湾的话 我们就会先炸台积电 我就觉得很纳闷 解放军为什么会怕 你炸台积电他干嘛怕 干他屁事 反正台积电的东西表情就不是他了 你喜欢把炸掉你就炸好 说真的 这个东西会威胁到解放军吗 不是啊 其实他在清楚 默顿在清楚表明这一点 欧布兰也在清楚表明这一点 甚至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也在表明一点 就是美国的利益绝对不能落到解放军的手中 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 他根本就不是站在台湾的立场讲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全世界 美国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 所以谁敢来跟美国抢利益 我美国就算保护不了我至少会把他毁灭掉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提提这个东西 其实就表示什么 美国爸爸认输 表示美国爸爸认为他没有办法保护台湾 他认为他保不住台积电 所以我只要选择把他炸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再有什么好质疑的 就我看到绿营 去找了一些名嘴来在讲什么 讲说这个就是标准的以美论啊 这个是莫顿耶 他美国人耶 对啊 以美论是什么 他自己怀疑自己啊 然后他说这就是认知作战啊 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台积电绝对不会被炸 谁告诉你台积电绝对不会被炸 美国都已经把台积电 迁到美国去了耶 你忘记这件事了吗 然后美国现在正在积极干什么 积极把台积电的高阶人才挖到美国去 那等到他这一切布局完成之后 你台湾的台积电被炸掉刚刚好而已啊 被炸掉我还 我还比较放心 为什么就不会有这些相关的东西 落到解放军手中了 我美国更安心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子啊 请大家注意哦 一直以来美国是不是一直有一种声音 民进党也常常来讲 说你们台湾里头很多人 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美国的高科技武器不能给你 是不是都是这样讲的 神盾剑不能给你 潜剑不能给你 F35不能给你 理由都是说你们中间可能有中共同路人嘛 那现在对台积电他也是一样啊 台积电未来可能会落到中国大陆的手中啊 那所以我把它炸掉刚刚好而已啊 这就是美国人真正的心声啊 你们以为美国人随便讲讲开玩笑 不是 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真的就是打算这样做 因为这叫知敌嘛 对他们来讲解放军就是他们敌人嘛 所以万一留下一个解放军 那当然是美国千百个不愿意啊 所以我认为美国已经积极在左手 在策划这件事情 积极 只是他们没有明讲而已 他如果不积极的话 他为什么一直 这么紧迫的叫台积电 赶快去美国设厂 而且请注意喔 台积电一开始摆了支枪 把28奈米弄过去 他直接跟你要求7奈米 甚至更高未来23奈米 全部都要在那边弄 为什么 他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要求台积电把他最先进的技术 全部移到美国去 根本就是这样打算 人家都已经做得这么明了 谁在帮美国人骗人 蔡英文呢 整个民进党在帮美国人骗人 在催眠台湾老百姓说 美国爸爸会保佑你 美国爸爸会保护你 鬼扯 美国爸爸从头到尾讲的方式 就是我没办法保护你 他如果要保护你的话 干嘛在你那边设戴亚裤 他直接来就好了 他干嘛设戴亚裤 设戴亚裤的意思是告诉你 战争一旦发生我救不了你 自求多福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年 美国的做法清除了个要命 他的历次兵退不是老实告诉你了吗 他会死伤很多人啊 然后解放军还是会登陆啊 所以我帮你干嘛 我没有用 我帮你 我就在牺牲的人 只是够死也 也挡不了解放军 解放军还是会登陆 台湾还是会被占领 所以我帮不了你 美国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 他这个兵推 是从前年开始 一路兵推到现在 每一次的结果 几乎都大同小异 那人家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明示暗示了 然后 我们台湾还一直在 民进党洗脑之下 想说 美国爸爸 未来保护我这一切 都是幻觉吓不到我的 你们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人家讲的超级明确 所以我觉得 台湾未来如果发生战争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台湾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经济成果 全部毁掉 然后台湾人死伤整集 我们就在台湾各地各个巷道到处堆尸 这就是美国人要看到的啊 因为这样才能够激起全世界的公愤 才好让美国人去围堵中国大陆 目的就是这样 那问题是 在美国人那一帮来看 这个战略本身没有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负责去死啊 是啊 那你要做这件事吗 我不要 817喜欢你去啊 我一点都不喜欢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要 我要为了这些人去死 我为什么要为了美国人去牺牲 所以 台湾应该要追求的是何和平嘛 中国大陆有说他要打台湾吗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啊 他一直在讲的就是 除非你台独 不然的话 他希望 他也是希望两个人尽量用谈啊 所以 为什么这几年突然这间局势变得紧迫 其实不是 两岸之间真的参加了什么问题 而是真正的重点是 因为美国人发觉中国快要追上来了 对 因为他不能够让中国追上来 所以他一定要制造冲突 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想要发展经济 想要跟世界各国联合 想要在外交上经济上 完全突破美国的封锁 那美国就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一定要赶快让台海发生战争 这样子 他才能够联合全世界的国家去对抗中国大陆 这才是他要的目的 你要知道两个核武大国是不可能对战的 所以他也不是想要用军事去压倒中国大陆 他要用什么 他要用经济 他要全世界去封锁中国大陆的经济 让这个崛起的新兴的经济体 让他沉沦下去 让他追不上美国 这样子美国才能够继续自霸这个世纪 这才是美国人在想的事情 其他的都是全部都是鬼扯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为前世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